穿红色上衣的年轻妈妈 带着三岁女儿外出倒垃圾 母女俩手牵手准备回去 才要跨过双黄线时 女童突然甩开妈妈的手 用冲的要过马路 这时一辆轿车刚好开过来 当场撞上女童 妈妈想伸手去拉根本来不及 男驾驶紧急停车 妈妈赶快把孩子抱到路边查看 我驾驶 我多看一眼 我看一眼 要看一眼 刷一条吗 我怎么这样 对啊 刷一条 你觉得你是不是小孩要看得好 那是大人的关系 民众看到撞击过程 直呼心惊胆战 也认为家长有很大责任 女童妈妈就在意外现场旁 的这家超商上班 她说当下没料到女儿 会甩开她的手冲出去 看到没有车子 然后过来 然后用跑的过来 是突然松手吗 是这样 对啊 然后我就来不及抓她 妈妈说还好叫车 车速不快 孩子只有脸部和胸口有轻微擦伤 意外发生在13号下午4点左右 蒲青香清洁队的垃圾车在市区直勤 没想到这一对母女倒完垃圾会发生意外 清洁队说垃圾车车体大 民众倒垃圾一定要多停看厅 也尽量不要带小小孩同行 否则这样的意外很可能再发生 公所有意未来规划定点是倒垃圾 减少交通事故发生 记者陈胜伟连家禁联质疑 张话报道